由于原石绝非地球上的普通石头,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在某个河滩上就可以捡到。 所以,关于原石的学问,原石的价值和原石的内涵,在不断的丰富和成熟着,又能断言,原石是未来宝石市场最有前途的明星,无论在哪个国家,原石都是原始既有股。 随着当前世界各国的火星研究的力度加大,原石的科学研究会进一步深入,随着而来的原石市场会蓬勃地发展起来,到那时,原石本身具有的那些显微人质的功能,也会被复辨认同。 本来就不平凡的陨石,将不再被埋没,当越来越多的陨石爱好者和科研机构关注陨石,研究陨石,收藏陨石时,供求关系就会大幅度地改变,加上现有的远落区已经全部曝光。 那些广为人质的陨石寻找的中会,因寻找者过多而资源枯竭,早期发现的陨石被实力雄厚的山脚沉淀和血糖,流通量会不可逆转的急剧减少。 这样的结果一旦出现,陨石和其他宝石的价值比就会发生逆转,预计特殊品种的陨石价格每克不会低于10万人民币,陨石的科研价值是无可置疑的。 从某种因意义上讲,陨石的科学意义是它最本质的意义,也是其最大的意义。 所以,世界各国的太空科研,都对陨石非常重视,这也是对陨石的价格近几年节节攀升,目前还是一美克为单位乱价。 根据一份公开资料显示,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院对外招标中,一块重量于60克的10云石, 价格就达到了620万人民币。 根据目前珠宝市场的交易走势,今后有10类仓品将会突破传统交易方式,由单一小众收藏和爱好者小圈子向大众市场发展扩大。 在成为高端收藏品之后,逐步形成金融化产品。 这种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,全球性的,无论是收藏界还是科学界,无论是云石医学研究还是远石科学应用, 各个领域的发展会不断的深入,云石的收藏价值和科研价值都会愈加凸显。 纵观俄国传统文化产业市场,云石文化属于斩木头角的新兴,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开始。 这就等于说,云石是收藏领域的一块储女地,有着巨大的投资吸引力,加上云石更具有稀缺性的特点。 这时很多人无法辨别,以下就从云石的七大特征予以分析。 一、云石的容烧,容翘的油屋,容翘的厚度,容流的方向,容流线的油屋在云石断定进程中,为专业人士所吹清。 高空爆炸,容翅的容翘厚度多在一毫米支配,有些甚至于月二到三毫米,有足够的距离将容翅在远落过程中燃烧,容翅的容翘就比较明显。 二、容翅的颜色,通常状况下的容翅多是黑色或褐色的。 三个云石有蓝色、黄色和赤色,玻璃云石的色彩要丰富一些。 绿色、赤色、黄色、橙色、青色等等,云石质地不一样,色彩也不一样,白色云石和浅色云石非常稀有。 一般的云石表面大多发黄发黑,由于在远落的过程中会与大气发生摩擦产生高温,表面会留下被炙烤的痕迹。 三、云石的比重。 云石比地球上对等体积岩石的分量要多三倍以上,因素含铁涅等金属的要素,每立方公分的比重在八颗左右,即使使云石也要比普通的地表岩石重很多。 四、云石的磁性,铁陨石,石铁陨石,甚至是使云石都具有一定的磁性,磁性的大小又是不一样的,其原因是云石内部的成分不一样,或是坠落在地表长时间的风化,磁性会有些主的变弱,甚至消失。 五、云石有无球力,是不是云石搭平肉也不能准确变叠石,凭结石被以上放大镜,或显微镜,可以从云石的锻炼上,清楚的看到细微的球力体。 在一些云石上多,可以看见明显的金属颗粒,大多数弹云石中,还可以看到许多小球力。 其云石像人工锻炼的铁块,但具有灰色的绒烧。 六、云石的气硬,云石在高空与大气层发生的摩擦燃烧,产生类似手指印的痕迹称为气硬,是不是有气硬的特征,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注重。 通常状况下,云石体积的大小与气硬的大小成对应,云石体积大,气硬也大,云石体积小,气硬也小。 七、云石包体有无硫化物,云石在高空远落进城中,受热分解出硫化物,硫化物与绒绒绒绒绒合存在,一同构成云石的包体。 硫化物的包体,通常不像绒壳一样云称,多显示为点撞集结,国际市场上,云石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。 这时人们不禁发问,小小的云石为何如此神秘?它的价值又在哪里特点与成分? 云石是地球以外未燃进的宇宙流星,脱离原有运行轨道,或成碎块,散落在地球或其他行星表面的。 云石有石质的,也有铁质的,或者是石铁混合物质,云石也称为云星,大部分来自小行星带,也有部分来自月球和火星。 每年降落到了地球上的云石有二十多吨,数量大概有两万多块。 从化学成分上讲,云石显得很普通,云石鉴定175亿160051593,只不过是矿物的集合体而已。 目前,云石中已发现的矿物有八十多种,绝大多数在地球岩石中都有。 仅有其中是云石特有的,如铁纹石、涅纹石等,云石矿物大多是煤铁硅酸盐,并且普遍含有少量的石墨。 个别云石中有金钢石,按照其成分和结构分类,云石可以分为铁云石几乎全由铁涅合金组成, 是云石主要由铁玫瑰酸盐组成,和石铁云石含铁蜜合金50%和微酸盐50%。 现存于新疆乌鲁木齐石栅栏馆馆的一块铁云石,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三个大云铁, 其积为3.5立方米,重达30吨,其主要成分就是铁,占88.67%。 其次未孽,另有少量骨、磷、硅、硅、硅、铜等化学元素。 价值与意义,云石的内在价值是无形的,难以用金钱来估价, 因为它是我们认识地外行星乃至整个太阳系的钥匙和直接证据。 按照传统的天文学理论模型,一种观点认为,太阳系形成前是个星云, 收缩后中间形成原子太阳,周围行云盘形成行星。 而另外的一种观点则认为,太阳系的形成,可能是由于附近有一个超新星爆发, 触发了它的他说。 但是,要证明太阳系形成真正的原因,云石鉴定17516051593, 就必须找到与太阳系形成有关的物质。 1983年在陕西宁墙发现的碳质球率陨石, 给了中国科学家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。 这一中国目前最原始的陨石,就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。 太阳系星云在宇宙中留下的遗物,就是对这块陨石的深入研究, 使科学家的出了相亡的绿36,就来自超新星的宝贵结论。 此次发现,有力的证实了太阳系的形成,是由于一颗超新星的爆发的推测。 但让科学家一头雾水的是,有史以来几次大范围的陨石降落, 却很难找到一块特别像样的陨石石物,它们就好像能够隐身蒸发一样。 一百多年前的通古斯大爆炸,灾难波及2153.2平方公里, 核心区内草木植被统统化为焦土,连70公里外,也有人被不幸灼烧。 但天文学家耗费数年时间,也没有找到几块像样的陨石。 一位日本陨石专家解释说,破坏的威力完全来自陨石高空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。 在核弹机的冲击波下,陨石鉴定17516051593, 铁面成分的陨石,实在不堪一击。 难逃本身碎骨的厄运,要想找到它们自然是难上加难了, 陨石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不是陨石,地球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陨石落地, 大多数都在沙漠和海洋等人际稀少的地方, 陨石的价值关键要看它的成分和构造才能确定, 需要经过科学的解键, 如果它含有其有或已经发泄的元素, 或者其分则构造特殊, 则具有较高的刻印价值, 否则,它就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 同时,如果是陨铁一类的物质, 因为其具有很大的辐射性, 最好别收藏。 从目前全球的收藏市场来看, 对于陨石的价格体系已经基本形成, 最受追捧的是热量陨石, 市场零售价一般在500美元每克左右, 最贵是25000美元每克, 陨石出手鉴定17516051593, 火星陨石的价通常在200美元每克以上, 而铁陨石的价格则属于第三位, 市场价格一般为15美元至150美元每克。 至于铁陨石和石陨石的价格则非常低了, 普通的则在1美元至30美元每克不等。 在国际狗司物品的单价排名中, 铁陨石已经打败了钻石, 位列第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